《经济日报》今天是推介若名生物2269 选择原因是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生物药技术平台公司 为生物药的发现、开发和生产 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的半年 收益按年增长1.2倍 到44亿1千万人民币 毛利亦增加超过1.9倍到23亿 纯利增长1.5倍到18亿4千万 毛利率由40.5%增加到52.1% 若名同全球20大制约公司当中的18间 和中国50大制约公司当中的36间有开展合作 北美是集团最大的市场 上半年收入占比达到49.7% 因为新冠疫情持续 创新势头强劲 与临床三期及商业化项目 包括新冠和非新冠项目的收入大幅增长 北美地区在2021年的上半年 收入案年增长149.3% 上星期美国密沙东药厂宣布 新冠病毒口服药有助将患者入院和死亡风险减半 令投资者或预期疫苗接种的力度将会放缓 以及影响其他新冠药物的研发步伐 促使上星期新冠疫苗和药品相关股份的股价下跌 不过美银证券认为市场反应过度 因为相较疫苗口服药尚未被视为更优越的疗法 以对药名来说 预料重大积压订单会不受影响 维持他们的买入评级 以及目标价继续看167.6% 由于药名生物的业绩高增长 所以股值亦不低 彭博综合预测2021年预测PE大约达到125倍 2022和2023年会降到大约88和63倍 药名上星期股价回调 本行建议进一步回到100元的边缘级纳 目标先看120元 跌穿90元就要止蝕